谢谢天父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 神属性讲道法 也有神属性查经法 但首先要明白这个讲道法 讲出神的属性和神的恩典 我们必须明白平衡恩典和律法 或者是诫命 律法的意思不但是旧约的律法 而是圣经里面所有的诫命都属于律法 就是怎样平衡这两点 虽然有些人曾经听过这个主题 但你能不能够随时说话都去充满恩典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小人就会很容易 就会说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但是没有问题 但必须有恩典 鼓励人 推动人 圣经里面也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首先 解释一下 为什么需要平衡呢 因为很多人都是长大 在律法之下 就是你小的时候 或者是你读书啊 或者是你结婚之后啊 都是说你要乖啊 你要听话啊 你要做好你所有的东西啊 你做不好就没有人喜欢你了 你做不好我就跟你离婚啊 有些夫妻的关系 都是很多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不做什么就什么不好的后果 这些都是真实的 对不起啊 我们讲到这个 对不起啊 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 就是说 很多人都是活在律法之下 很多人都是被律法控制 被律法推动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这样的话就有压力 而且不能享受 不能喜乐 就是说我做得不够好 信任耶稣之后 应该是活在恩典之中的 但很多时候 出信主是恩典 但后来就 都是很多要求 要读圣经啊 要祷告啊 要尊重神啊 要传福音啊 要做这些啊 要离开罪啊 你没有做好 所以呢 神就不太喜悦你了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你做得不够好 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也可以从婚姻了解这一点的 从婚姻了解 婚姻了解 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在恋爱之中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 左边的 就会很乐意帮助对方 我跟我的太太 去常常都去比起相爱 我们都去享受生命 想比起享受的 我很乐意为她做什么事情 我见到她开心 我就开心了 我不需要她告诉我 也不需要她强迫我 去做什么 我令她开心 我就开心了 这个就是比起相爱的关系 就很容易 对方有做得不好 就容易接受啊 饶恕啊 能够游客的处理问题啊 但很多人 很多人恋爱的时候是这样 结婚之后就不是这样了 为什么 结婚之后要洗碗啊 洗衣服啊 清洁房屋啊 照顾孩子啊 要很多事情照顾啊 赚钱啊 就会说 你做得不够好啊 你不整齐啊 你没有洗衣服啊 你洗碗不干净啊 这是要求 如果在婚姻里面 当然需要求 肯定这个婚姻 会变得越来越干 不干是不是 如果每天都去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有没有做什么 你结婚之后就说 婚前我们可以很开心 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开心啊 这个就是 当然是律法的婚姻 但如果在结婚之后 比起相爱 能够令对方开心的度重 任何事情 我看到我的太太有什么需要 我都马上帮助她 她回家 我马上为她拿拖鞋 马上拥抱她 女生亲嘴 就是做很多事情 令她开心的事情 我知道她有什么需要的事情 我尽量去帮助 也令她开心 我也陪伴她 去外面 去散步啊 去 不同地方 做不同的事情啊 这些活动啊 都是 她享受 我也享受 这样的话 婚姻就有恩典了 是不是 我想问你一下 你的婚姻 律法多还是恩典多了 你想一想 一般律法多 很少家庭会留意 我需要有恩典 是不是 很少家庭说 我令她开心 总是想 事情没有做好 碗没有洗好 衣服没有洗好 都去想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需要做 但很重要 婚姻能够享受 需要恩典 同样 亲近神 尊重神 如果都是整天 你要亲近神 你要悔改 你要尊重神 传福音 你要讲道 你要做做做做什么 然后你做得不够好 你整天都是 做得不够好 或者是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是不是 就变为 好像这个枯干的 婚姻一样了 就变得 都是压力 都是责任 这一点 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其实圣经很多的恩典 圣经里面充满恩典 好了 我们看这个经文 保罗说的这个经文 哥林的后书 十二章九节 这个是主耶稣对他说的 他求耶稣 将这根刺除掉 上次 但耶稣对他说 我的恩典够理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 跨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这里讲到都是恩典 同时对比的人 是什么 软弱 你看到 耶稣说 我的恩典够理用 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你要软弱 但神的能力 在你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 化自己的软弱 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我想问你这个经文 保罗说是不是 他很强壮啊 不是 这个经文 重点是 重点是 他是软弱 他要这根刺 离开他 他觉得困难 痛苦 但耶稣说 我的恩典够理用 在你困难的时候 在你 在这个困难之中的时候 我的恩典够理用 因为我的能力 所以这里说到 神的恩典 还有他的能力 在你的软弱 人就是软弱 上显得完全 我的能力 在你的 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说 我化自己的软弱 我知道自己是软弱的 但我知道 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我们看到 保罗 说他怎么厉害 是不是 不是 他不是说 自己怎样厉害 他是说 他有神的恩典 他的能力 复辟他 所以他是很有能力 好的 所以保罗 不是跨自己的能力 但我们看上面 这一点 神的恩典和能力 这个是经文讲到 然后 另外是人的软弱 问题是 你是 告诉人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总需要 你要做 你要做 这样的话 你就说 在你的软弱中 你继续做 所以很多时候 我很软弱 我做不到 你做的 你要我 每一天 依靠神 见见神 祷告 得力量 读圣经 我没有力量 我做得不够好 我不能处理 我的罪 都是很多软弱 我们必定有软弱的 这些软弱 怎样得生了 必定是有 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所以我们每一天 必定有时间 信进神 从神得力 你发觉到 你祷告的时候 能力就临到了 圣上 而且很重要 能力一方面 是信进神 另一方面 是信心 依靠神的应许 这是说 神应许的 我抓住 祂说 祂的恩典 够我用 我们就留意 有什么恩典 因为很多人 没有留意 神的恩典 他们留意什么呢 你跟他沟通 你与神的关系 怎么样 他不是说 神的恩典 他是说 我很多麻烦 我的家庭 很困难 哎呀 我祷告 没有力量 哎呀 我西方 都是说困难 是不是 这个的确是这样 人就是软弱 所以我们需要 神的恩典 虽然我们软弱 但我们 属上神的恩典 我们发觉 但我们依靠神 马上有力量 但我们属上 神所有的帮助 我们就发觉 的确 神帮助我很多 神给我力量 很多次 已经很多次 但有些时候 人没有属上 这些恩典 没有去 思想 这些恩典 感谢神 这些神 这样祝福我们 都是想到 我要做什么 或者是我做的 不够好 或者是人 对我不够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 心里充满 都是软弱 所以我曾经 说这一点 这个教导 很重要 如果我的右手 代表这个恩典 神的恩典 和人的恩典 左手代表困难 我的困难 别人的困难 很多人都去想 都去想困难 但圣经里面说 耶稣 把罗说什么 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神的恩典 够我用 所以我们 住在神帝里 帮助 但有些人说 这个太理论化了 太理论化 太远了 所以这个我们 需要 亲近神 有力量 习惯亲近神 有力量 这一点很重要 不要 但是 看着困难 而且学习 怎样爱慕神 可能唱诗歌 就是单单的唱 但如果你想着 耶稣在你前面 而且祂喜悦你 这个是互动的祷告 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 我亲近神 神必定亲近我 祂必定住在我里面 祂叫我借果子 祂必定陪伴我 祂必定喜悦 因我唤醒喜乐 莫然爱我 且因我喜乐 而欢呼 西法尔书 上章十七节 这个就是神给我的 其实我鼓励你们拍照片 其实 等等 等等 你写笔记 是我说的话 这个内容不需要写 为什么呢 这个内容你们可以看很多次 你写什么 你看到什么终点 说的 你觉得宝贵的 这样的话 你更能够得益处 因为这个你可以拍照片就可以的 或者是录音 好了 我刚才说什么呢 基督徒如果学得 怎样从神得利 怎样赞美主 马上有喜乐 是不是 大部分基督徒 赞美主 都有喜乐 都有平安 都有力量 看着圣经的经文 也有力量 思想 神以前的祝福 也有力量 但人 不许选择 想这些东西 当他 不开心的时候 他想什么呢 啊 我的老公对我不好啊 啊 我祷告没有力量啊 都是想不好的东西 我有犯罪了 这样的话 就是他就是被 律法的控告控制 所以我鼓励你 整个人活在神的恩典中 神在爱我 神在祝福我 神给我周围的人 有帮助我的 都是恩典 我感谢神 欢迎也是恩典 我也祝福我的配偶 善待他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力量 去面对我的困难了 好的 律法只是 如果有人指示 叫人 你尊重神啊 但没有告诉 神的帮助 神的恩典 这样的话 这是靠人的软弱 来尊重神 这是你要祷告 啊 你你啊 你没有 啊 力量 你祷告 你祷告 但没有说 你祷告 神就马上 回应你 他马上 这样平安 祈愿你 当你祷告 有平安 就是神 回应你 神去陪伴你 所以我们告诉 人说什么 都告诉他 神喜悦你 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 讲到的时候 都是说 当你见见 神就喜悦你 以你欢心喜乐 喜乐 以你喜乐 欢呼 他就很开心 所以你们也可以开心 这样讲到 人就会有力量 他是抓住 圣经的应许 但很多人讲到 就是说 你们没有悔改 你要悔改 你没有读圣经 你要读圣经 你没有祷告 你要祷告 你没有证宗神 你要证宗神 都是说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 你教导孩子 也是这样 教导孩子的时候 不但是说 你不怪 你不怪 而是说 你有关于的地方 你做得很好 你继续努力 神又使用你 祝福你了 这个就是 有 吩咐人 做什么的事情 都有恩典 同时 同时有恩典 所以我们是应该用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有什么呢 下面写 其实有更多的 神帮助我们 祂赐喜乐 耐心 给我们 有力量 给我们 给我们恩赐 有趣会 有供应 供应 我们需要有计划 有赏赐 从头到尾 祂是创洗成终的耶稣 这样的话 我们就平安了 轻松了 好了 很多经文都要讲到恩典的 有讲到律法和恩典 我们需要分辨 什么是律法 什么是恩典 不但是告诉人 这个律法 也告诉人的恩典 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 开始这里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 是什么 很多人就是说 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 但没有说后面的 后面说什么呢 你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重 也不瘦 也不继续再唱 你们的天赋 上次 养活他 你们不比 飞鸟贵重的多吗 就是说 这里耶稣是告诉他们 不要忧虑 为什么呢 因为 天赋 养活他们 这些飞鸟 你比飞鸟更贵重 所以神必定养活你 这样的话 就帮助人 神必定祝福的 不会有一个基督徒 去到天上 去到天上的时候 神对他说 对不起啊 我忘记帮助你 所以就饿死了 你就现在你嘛 这么年少就来到我这里了 因为我忘记帮助你了 求你饶恕我了 对不起啊 耶稣不需要这样说的 耶稣会说 我给你恩典 你没有看到 所以你就不肯 其实神的恩典 常常与我们同在 然后献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是人应该做的 有些人就去说 你要献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那后面的应许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神都要祝福你的 好了 你们祷告 很多时候 人说 你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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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六章七节 不要祷告 不要向外邦人用许的重复话 因为 就是说你要祷告 但后面所说的 他们没有说 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要的 你们天父早已知道了 他已经知道你的需要了 所以他很乐意地祝福你 很乐意地 他知道你的需要 当你爱他的时候 他就将你心里 所求的 人心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神都祈给你 所以这个经文 都讲到 有律法和恩典 有些经文没有恩典 但从整本圣经都有的 我其实会解释一下 就是任何经文 你可以看到律法 也可以看到背后的恩典 但很多人就是 但去讲这个律法 但去讲应该做什么 好的 这个经文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很多人告诉人 你要爱人 爱神爱人 神说 神为爱的人所预备 是眼睛会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 这个就是恩典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不但是说你要爱神 你更爱神的更爱神 有些真正 但是告诉人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就好像这个 太太 结婚之后就告诉老公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每一天都去讲 这样的话老公就说 结婚前你会笑 结婚之后 你就去吩咐 然后我没有做到 你就发怒 所以很多婚姻就破裂了 因为没有这个恩典 都是律法 好了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 凡一你们是属基督的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学家告诉你 他不能不得赏赐 我们服侍神 很多告诉人 你们要服侍神了 要服侍神 但没有讲后面的一句话 这是将一杯凉水 给一个属基督的 都不能不得赏赐 神必定赏赐你 所以神必定祝福你 你为神做什么 你探访人 你去预备讲道 神都喜悦 我们也可以这样 主力自己啊 我这样侍奉神 神很喜悦 神很开心 虽然我们有不完美的 不去托 我们是完美 有不完美 你就说耶稣求你赏免我 求耶稣赏免你 然后神赏免啊 我们释放的时候 也有做得不够好的 我们没有耐心啊 没有信心啊 没有喜乐啊 都是罪啊 这个我们就求神赏免 我们求神赏免之后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神都喜悦 神都产志 所以我们就可以整天说 神喜悦我所做的 不是我做的完美 而是因为神的恩典 神喜悦的 好了 罗马书8章33节 控告 其实基督徒也有控告的 啊 他做的不好 你做的不好 你啊 啊 就是有这个控告 但圣经说什么了 有神称他们为义 所以没有人能够控告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有罪 我们就悔改 我们对人啊 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悔改 请他饶恕我们 然后我们就知道 神赏免我们 我们也尽力 建立与他的关系 啊 我想说这一点 我们犯罪了 做错事情 神马上会赏免 我们悔改 神马上赏免 但人不一定 马上饶恕的 这个是事实 很多人不能 马上饶恕 所以犯罪有这个后果 他会在心中 会记得你以前 骂他 伤害他 所以就有影响了 当然希望他会饶恕你 但很多时候 不一定会饶恕的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犯罪 但真的犯了罪 我们就求他 饶恕我们也尽量对他好 尽量 这个关系再重建起来 这样的话就不被魔鬼攻击了 但我同时说 有些事情我已经做了 不能改变的 我知道耶稣已经称我唯一了 我不需要觉得 担心 不要 不需要背着这个重大 可以相信神真的称我唯一了 西班牙书上这十七节 耶和娃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心喜乐 莫然爱你前因你喜乐 欢呼 这个经文非常的宝贵 我希望你们常常都放在记忆里 神因我们很开心的 他很开心 而且默然的爱我们 喜乐的程度去到 欢呼的程度 所以神是这么充满喜乐 这个是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鼓励人的时候 我们都说神这么喜欢你 回应你 这样的话 你的话就充满恩典 我给我的太太的话 我都去尽量多恩典 我会说谢谢你 爱我 常常关心我 为我预备这么好的东西 他想念我 我每次去短宣 他都告诉我 我等着你回来 他都很开心的 当我回去的时候 他就马上开车来接我 这是他的爱的表德 这个就是 他的爱 我就欣赏他 鼓励他 我们讲道的时候 也告诉人 神喜悦的 现在我对你们说这些话 你们有信服侍神 有信去讲道 探访 帮助人 这是神喜悦的 虽然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我们就求全赦免 而且求全帮助我们 做得更好 你无论做得 够好 不够好 你求全赦免 然后神都记念 当然我们希望 能够做得更好 而且是 上显神的荣耀 都去讲道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神的慈爱 好的 这个律法 诫命跟恩典的分别 这个希望我们都记得 圣经里面 什么地方告诉我们 怎样尊重全 都是律法 你要爱神 爱人如己 传福音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这些都是诫命 都是律法 都是神吩咐你的 但有些人以为 律法当是在旧约 这个不但是旧约的 整本圣经都有 律法 都有 诫命的 然后神的恩典 是什么呢 就告诉神 怎样应许 祝福 帮助我们 祂也怎样 祝福我们 其实神都是 不停地 不停地帮助我们 不停地祝福我们 神是 常常地帮助我们的 所以我们 每一次看到恩典 都应该上文 有讲到神的 这句话 有恩典的话 是会讲到神这个字 这句话 里面 神爱你 是不是有神啊 神爱你 神关心你 神给你力量 神给你恩赐 都有神在前面 或者是耶稣在前面 或者是圣灵在前面 圣灵赐给你力量 所以这句话 你怎么知道是恩典呢 是神 有神在前面 然后后面是 祂怎样帮助我们的 这个就是 恩典的话 然后律法 第二点 告诉我们 神的审判和惩罚 这个肯定就是律法了 律法有两个 共用 告诉我们 怎样尊重神 另外一句 告诉我们 神的审判 神的惩罚 管教 然后恩典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 神的接纳 神的赦罪 祂赦免我们的罪 祂对我们的帮助 就是 祂怎样帮助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欣赏我们 然后神的诫命 是用惩罚和惧怕 来推动人的 这些人要往往 冗喜你 这句话 是不是有警告啊 会不会令人有惧怕 这些人要往 冗喜你去 哇 是不是很恐怖啊 永远的刑罚 所以这个是 警告的 所以会带来惧怕的 恩典是怎么 用恩典和爱 推动人 神与你同在 你为神做什么事情 神都喜悦 你信靠神 神就喜悦 然后第四点 律法不应该是 主要动力 不应该是 主要动力 恩典 是应该是 主要的动力 就是说基督徒 神爱我 神看着我 为神做什么 神都喜悦 所以我们常常用 这些鼓励我们 这个恩典 必定有神在前面的 神欣赏我 神加力量给我 神陪伴我的 你留意 恩典的话 前面都有 神这个字的 或者是圣灵 或者是耶稣 然后对不悔改的人 第五点 管教和惩罚 是动力 还唤醒他们 如果有人犯罪 不觉得有问题 就需要用律法 有人犯罪 他看 他是骂人 随意骂人 讲人的闲话 我们就要告诉他 凡人所说的闲话 必要句句 供出来 也可以用这些律法 但律法的时候 同时有恩典 但什么人 更需要律法 就是犯罪 不觉得有问题的 都需要律法 然后恩典 对深圳的相信 神的 罪的破坏性的人 恩典去动力 律法去提醒 就好像我这样 我主要去 我知道我侍奉神 神很喜悦 我今天神 神很喜悦 所以我是主要 是恩典推动 不是律法推动 但我有律法的提醒 我知道犯任何一次的罪 都有破坏性 我发怒 必要破坏性 所以我会管理 我的任何的 不开心的地方 任何路纪 我都马上的管理了 所以明白 恩典 主要是主要的动力 不是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